最后做出来输出的结果就长成这样子 1乘1等于1 后面特别注意,这个地方中间它每个都是一个TAB 所以我们可以用跳脱字圆里面的斜线T 可以在这个地方加上一个TAB键 让它可以有一个表格式的排列 前面的话是备乘数,后面的话是乘数 所以我们可以用一个IA来代替它 这个地方都是IA,所以前面都是1 后面的话是一个J的变数 J的话就是会等于是初始值为1 当它小于9的时候会进到回圈 然后到最后这个地方给它换航 换航到第二个,最后再换航 那跑出来的结果就这样 当然这一题它只要跑出来就可以了 所以不要求说一定要用FOR迴圈 还是度迴圈,还是坏迴圈 其实蛮多种方式都可以跑出来 那你当然就选一种就好了 那如果说你想要挑战那种不同的迴圈跑法的话 你可以把这三种迴圈 所以我在云端上有放FOR迴圈怎么跑 度迴圈怎么跑 坏迴圈怎么跑 那当然这些三种方法都可以跑出结果 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 这个大概知道逻辑了 第二个的话呢 那因为刚刚那个104提 同学好像跑有点问题 我把这个程式重贴过了 在云端上面 那第一个我们来看一下FOR迴圈好了 这个FOR迴圈呢 其实基本上呢 第一个请各位一样 在这个套件上按右键 并且呢 这边有个NEW NEW一个什么CLASS CLASS名称的话也许叫JVD108 OK 然后呢这边一样打勾 按Finish 产生一个空白的 也许你原来这些都没有 只有头跟尾嘛 所以一定是头跟尾 头的话是这个CLASS的大瓜弧 里面的话是一个MAN的大瓜弧 那这个部分我们不需要传参数 那我们需要做什么呢 就是产生两个变数 整数啦 INT整数 那这个整数的话呢 当然就是1到9 所以呢 外面这个回圈 也特别重要 这个中间 当然原来只有 跑一个这个回圈 FOR 刮弧到刮弧 这个我想应该是基本的 所以自己打一下 那 中间这一段是什么 初始词 I等于1 因为我从1开始 当什么时候进入回圈 当I小于等于9的时候 所以1 2 3 4 5 6 7 8 9 OK 那后面的话一定是加加 不进的嘛 OK 那里面的话 当然如果你懒得做 你可以把这个复制一下 贴下来 做一样 只是把它改成追 因为追也是做一样的事 只是 I是外回圈 J是内回圈 做什么呢 System.out.print 特别说print没有ln 你不要多是加一个ln ln会怎么样 那 换行 也就是这个地方 每个都换行 那我们没有换行 print什么 print它 然后 1 乘1 等于两个相乘的结果 等于两个相乘的结果 加上一个什么 一个tap OK 然后最后的话 把它 最后这个地方再换行 试一下 这个 因为我输出的时候 当这个内回圈跑完之后 还要再加上一个换行 这个地方是一个换行 那这个换行 实际上 你可以 用println 特别说这边是println ln是说 我要换行 如果你没有这一行的话 你会发现 假设这一行不出现的话 它会跑出什么 它会一直往右跑 也就是变成横向的 那你要断行的话怎么办 要不就是在这边加上一个 输出println ln的话就是一行 它会帮我换行 那要不就是说还有另外一个方法 你如果不是println的话 你可以print一个什么 一个跳脱次元 斜线n 这个也是什么换行 所以你如果加一个println 不用ln的话 用斜线n 也可以有一个换行 等于是说把这个东西 丢到它每一行结束的后面 OK 那跑出来的话就是我们最后要的结果 那这个部分的话呢 就是利用4尾圈来做的 当然一般 如果你不要用4尾圈的话 你可以试试看用5尾圈 那你可以再产生一个 一个class 后面的话是5尾 然后不知道各位对5尾圈熟不熟悉 5尾圈 基本上一定有三个条件 初始值 条件 不净 那可是换我回圈 它只有一个条件而已 就是中间的部分 所以你的初始值跟你的不净值 你要写在不同的地方上面 所以特别说这三个 在缝回圈比较好解决 因为它就是集中在一个地方 一个小瓜奥里面 那换我回圈 如果你要改的话 其实这个写出来结果一样 我把它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有没有看到一模一样 那你想说 那为什么坏哦 4尾圈可以把它改成坏哦 那可是哪里不一样 其实也没什么不一样 这个条件中间的一样 初始值放在上面 加加放在哪里 放在最下面 就是把这三个拆开来 那坏回圈是什么 初始值当条件为处的时候 记录回圈 当条件呢 可能已经超过了 比如说加加之后 它这个值呢 已经 这个哦 i如果是什么 不小于等于9的话 可能已经变10 那就跳里了 OK哦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是坏了 这个叫做前测式回圈 因为他当这个地方 条件为处的时候 先判断 再执行 那度回圈 其实不知道各位 对那个度回圈熟不熟悉啊 其实度回圈也可以 度回圈是先执行 有没有 那其实你会发现 度 他的条件在哪里 初始值在这里 他的条件在这里 那有没有步进 有步进 也在这里 可是他是什么 一定会先执行一次之后 再判断 执行一次再判断 所以这三种啊 提供给各位参考 当然将来考试的时候啊 他不考你三种 他就只一种 另外两种是补充的 所以如果你对 这个这三种回圈 想要多了解的话 后面这两个 可以再理解一下 如果你假如没有太多时间 或者你对这些东西啊 兴趣没有那么大的话 你就把货回圈 跑出来就可以了 好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试一下 99乘法表 把那个 99乘法表部分呢 可以执行之后 可以看到结果 OK 试试看